这个问题要不要问 你们两个为什么决定今天会来呢 抱着怎样的心情呢 就是之前 这个他向我们两个 其中一个人告白错了 在学校闹得挺大的尴尬的 这个事迟早会发生 也没什么尴尬 只要有人到学校求爱 肯定有人搞错 但是我觉得他分错了 就说明他肯定不是真心 那今天是怎么着 你们来是什么目的呢 他不是表白错了吗 然后这回他也跟过节目 找到我们俩 他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然后再重新再表白一次 还是有意的 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看出来了吗 已经看出来了 你已经可以确定了 我这人挺笨的 我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上次那个告白 确实是我太唐突 真的 当时就懵了 不知道做什么 我这人挺笨的 对不起 我不知道怎么 你才能够让你开心 不过我今天我在现场 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 现在把这份礼物送给你 只非记得着发